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医疗方面我们整个社会也越来越多元化 也有越来越不同的声音来探讨相同的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张医师跟杨教授对很多关于胆结石的排除方法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不管怎样 我想我们最重要的目的都是让我们观众可以选择 您觉得对你有益的方法 只要他对身体是无害的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不过我们回来讨论 不管是用哪种疗法 会胆结石的人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因素 比方说我们三个里面 为什么有个人特别容易有胆结石的问题 这里面有什么危险因子是可以讨论的吗 胆结石的危险因子 大概不外乎这一些 我想大概最主要的话胆结石 它像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说 主要是胆固醇的成分或胆红素过多 所以大概我们过去的研究显示 大概一般的话年龄层超过40到50岁的患者 有肥胖或者是女性 这些因素的话主要会增加这个肝脏 它分泌胆固醇的浓度会提高 那这些容易结石 那另外的话有一些患者 他本身可能三酸肝油脂过高 或者像我们常常讲的好的胆固醇 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过低 还有他曾经怀孕过 或者他服用一些特殊的药物 这些都会影响一些肝脏分泌 胆固醇浓度以外 会影响到一个胆囊收缩的功能 有的病人他的胆囊收缩会变差 那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胆囊排空不良 这些胆肢淤积在胆囊里面 久而久之结晶形成一些石头 所以有我们这边讲的这些危险因子的观众朋友 可能就必须要去注意 他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 罹患胆结石的一个高危险群 那有的人去坐过超线泊以后 医生会讲说你胆囊里面有很多胆砂 胆砂跟胆结石是一样的东西吗 胆砂实际上就是一些 我们可以说叫做小石头 或者说我们大家可以想说 胆囊就好像一个储存间 那假如它的出口不通 这个久而久之胆囊里面 就变得像一个臭水溝一样 好像里面有很多这个淤泥淤砂 这些东西在里面 那小砂小石头 久了以后可能积小成大 变成了一个慢慢慢慢长大 变成一个真的石头 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胆结石的一个前驱物 也就是说它还没变大 它还是小坏蛋 还不是真正的大坏人 就是一些小的砂子这样子 那胆结石里面通常会有很多颗石头吗 这个其实跟阴人体质而已 大部分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患者 大部分都是多颗的小石头是比较多 尤其是以东方人来讲 东方人的体质特殊 然后加上我们台湾是一个B型肝炎 C型肝炎肝因化肝病的肾型区 这些有肝病的患者 常常他们的这个体内分泌这个胆固醇 还有分泌这个胆红素 这些浓度都会偏高 那这些患者它容易形成一些这种色素的结石 这种通常小颗的 一颗一颗的很多在胆里面比较多这样子 那您刚提到说胆砂可能是胆结石的前驱物 那这不是杨教授所称的那个自然科学疗法可以 可以排掉的东西 这些都是胆砂 它颜色也不大样 它比较小颗粒 因为自然医学的重点 一是营养二是排毒 这是两个诅咒 虽然自然医学的兴起在西方也只有三四十年 那自然医学的大佬大师都是西医 在比如哈佛大学一些大学的西医 他们认为何许营养跟解毒 能够为我们的健康开另外一扇窗子 能够让我们的治疗能够更简单 更有效 更不要那么痛苦 更不要那样的比如说花费 所以研究出这些方法来 它目标是排毒 那那些排出的固体物是硬的还是软的 还是像张诗讲是有结晶的毒 它借在石头跟软的中间 所以它是前居物 它还没有 其实胆结石会让我们痛苦 是因为它卡住了胆管 如果它不卡住胆管 你便没有感觉 所以为什么开始说70%的人 有胆结石 不一定有感觉 因为它没有塞住胆管 它如果塞住胆管 塞住胰管 塞住肝管 塞多了 拍不出来 身体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好那当时在西医来讲 如果说我们已经到了要栽除胆囊的时候 通常要住院吗 要多久的时间 对我们大概西医的角度跟杨教授讲的就是 一个可能站在预防 一个是后面的治疗处理 那其实我们西医除了单纯的胆囊栽除了 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化石素 我们有一些患者是可以吃药 吃一些溶结石头的药 不过这一些化石素在 这个选择病人上面是比较严格 就是说需要是很纯的那种胆固纯的结石 这个吃药才有机会去把它融化掉 那像我们刚刚提到在台湾的话 大部分东方人都是色素的结石比较多 这种石头通常是吃药是没办法改善 化不掉 那你就再回到这个主持人讲的 就是说胆囊要栽除的话怎么办 一般来讲大概住院大概五天到一个礼拜左右 那我们现在主流的这个切胆的手术 是以腹腔镜为主 那我们肚子上打了几个小洞 然后就可以进去把胆囊一个很安全的拿掉了 所以说基本上它的安全性是很高的 那病人的术后的疼痛少 那住院的天数也短 那术后复原的机会很高 而且速度很快 所以说一般来说可能健保有几副 住院的天数大概也不长 大概五天啊 一个礼拜左右 就是可以康复回家了 那有没有人是没有办法用腹腔镜的 只能用传统手术 当然是有啦 有一些就是困难的病人 比方说他曾经以前肚子开过大刀 他可能他的肠子里面有肠占黏啊 或者他以前就因为这个肝脏有结石 或以前就胆管有结石 都已经动过相关的肝胆的手术 这个时候他的那个整个肝啊 胆啊这些解剖的构造 可能全部黏在一起了 那这个用腹腔镜开刀是有风险 可能没有办法很有效的 把这个胆囊安全的玻璃啊 把他拿下来 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还是必须 有一个传统的开腹手术开刀 这样子对病人来说 手术成功率会比较高 那术后的并发症可能相对少一点 会比较安全 住院天数会比较多 这当然开一个大刀的话 相对来说就住院要比较久 因为恢复时间差 那我们就关心说一个人把胆囊拿掉了 就拿掉了吗 还是他后面 因为如果拿掉就算了 感觉好像身体有那个东西 后面有那个东西 是没有影响的 那拿掉以后要怎么办 拿掉以后我们其实一般来说 胆拿掉以后 大概少数的病人啊 在刚开刀可能头半年 他会有一些容易腹脏啊 消化不良 容易吃了油腻的东西拉肚子 那有时候可能有的人 甚至这个开刀的这个右边上面 会有一些感到闷痛的现象 这一般我们犯称叫做 胆囊切除的这个症候群 那这个大概经过半年的身体的适应 我们身体会调节 我们的肝里面也有胆管 那肝外面也有肿胆管 这些胆管他慢慢 他会试着去取代 原来这个胆囊的一个储存的功能 他慢慢会适应他 那接下去病人这些症状 大部分在半年开刀完结束 可能就慢慢的会缓解 并不说开完刀就会有很严重的后遗症 不需要服药什么的 这大部分就一些症状的治疗 可能短期的给他一些腰消脏啊 帮助消化啊 可能一段时间以后他自己就康复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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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